而说到国庆日重头戏之一 还有欢迎海外友邦贵宾的晚宴 当中最特别的一道平民小吃 就是红豆饼 因为马总统很爱吃 今年总统府又再度邀请 华西街摆摊的红豆博 到国庆晚宴上秀手艺 而且是红豆博 连续十年都端上国宴小吃 这个红豆 连酒花生 熟练几只面糊 再加入荣誉的红豆馅 等个几分钟 好吃的红豆饼就出炉了 看看围观的人潮 就知道这一位有多抢手 它的馅好像很饱满的样子 对 菜才会觉得很想吃 吃起来就是 它的料非常的实在 然后就是整个就是爆浆 就是要拿着袋子吃 不然你会满手都是 就是这个传统好滋味 红豆博不只在夜市夜机抢抢棍 还掳获前总统陈水扁 与马英九总统的味 老板我再一个红豆饼 这个红豆博的红豆饼 连续十年龙登国宴 就连这一次也不例外 我们看看有如首长般的红豆饼 就知道料有多实在 已经连续获选十届国宴 红豆博堪称红豆饼界的第一人 不只吃过的民众赞不绝口 平常就超爱品尝红豆饼的马总统 也是老主顾 大概是总统喜欢吃红豆饼吧 总统请宴请他们那个调查局的 应该是那个春节茶会吧 观点也有时候他们会有一些活动 居然成名了红豆博还是樸实骑着摩托车 赶在国庆日前一天将制作器材 送到国庆晚宴地点台北宾馆摆摊 继续让评价传统美食在国庆晚宴飘香 尊语文黄明军站稳台北曾莫告